话说在这里,马努,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见,那个时候,也许你已经很老了,但是我有预感,你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你又不是第一次让人大吃一惊。 斯科拉的一句话,让人引起无限的遐想,吉诺比利和斯科拉会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吗? 阿根廷篮球黄金一代人才辈出,阿根廷南篮更是一只在国际赛场上取得无数荣誉的王者之师,阿根廷篮球黄金一代为什么会怎么强? 路易斯科拉在球员论坛中撰文,凉写了自己心中的阿根廷南篮的模样,讲述了阿根廷的篮球文化,阿根廷篮球热情奔放,阿根廷南篮黄金一代从十几岁就一起打球,他们不光是队友,更是兄弟,阿根廷篮球成功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对篮球的热爱。 斯科拉在文章中是这样继续斯科拉和自己的父亲对篮球的热爱,在阿根廷,篮球永远比不上足球,但是也有一群阿根廷人,他们毫不功利地对篮球保持着热忱。 斯科拉说,我的父亲是打扮职业篮球的,当我小时候,我很奇怪,他每天到银行上了七、八个小时班后,回到家中照看小孩之后,晚上九、十点开始训练,他会穿越整个国家去不辞辛劳和其他球队打球。 他打篮球挣钱很少,但是钱不是他打球的原因,在八十年代,足球是统治了阿根廷体育的运动,像斯科拉父亲一样热爱篮球的行为。 在斯科拉邻居眼里,看起来就跟怪物一样,斯科拉在父亲的影响下,喜欢篮球,斯科拉无时无刻不跟父亲一起学习篮球,他们在车库练篮球,他们在人行道上训练控球,篮球从来从来没有离开斯科拉手中,邻居也把斯科拉和父亲疯狂练习篮球当成一种异类。 斯科拉把阿根廷篮球黄金一代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篮球真正的热爱,不关乎金钱,不关乎前途,不关乎个人荣誉,斯科拉把这种对篮球单纯的爱,称作为真正的篮球,仅仅是因为热爱而打的篮球。 还有一个原因,团队篮球,斯科拉是这样描述阿根廷篮球文化的,我们只打最原始的篮球,没有一对一的篮球,没有三对三的篮球,没有斗牛篮球,我们只打全场的五对五篮球,永远都是打团队篮球,无论是青少年篮球还是国家队篮球,我们都是这样打球的。 阿根廷篮球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激情,被成长过程的无比激情,斯科拉说,每一个球员都想为球队带来胜利。 都想看下40分,都想成为场上最好的球员,这是每一个球员都想达到的目标,成长的过程也许就并不那么愉快了。 但是,阿根廷篮球对这种成长的过程依然热情不解,充满激情,吉诺比利和斯科拉从小就在一起打球,那个时候,在同龄人之中,吉诺比利并不出类拔萃,相对于斯科拉的身高,吉诺比利瘦,哎,球季也没有斯科拉出彩。 15岁那年,吉诺比利还被国家青年队裁掉,当斯科拉这些黄金一带开始到欧洲高水平联赛逃金的时候,吉诺比利依然在阿根廷国内打球。 但是吉诺比利没有放弃篮球,凭借着自己脚踏实地的成长逐渐在球场上站稳了脚跟。 对于斯科拉而言,他们这些阿根廷黄金一带对篮球的热爱,无论是在逆境还是在顺境,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篮球的热忱。 被球队抬掉,他们依然热爱篮球,做板凳,他们依然热爱篮球,他们相信一种成长的过程,相信,通过团队篮球,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成长,直至达到巅峰。 斯科拉把黄金一带的成功三大要素总结为对篮球的热爱,团队的力量和对成长过程的热忱,正是由于这些优点才造就了那一批踏弱繁星的篮球天才。 斯科拉所说的阿根廷黄金一带篮球特质同样值得中国国家男篮的学习,对篮球简单的爱,团队篮球,相信成长的过程。 斯科拉总结的阿根廷篮球成功之道也许是中国国家男篮的一记苦口粮药。